大家好,我是小黑 今天我又来到西湖道这边了 因为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熏肉的店 据说这个店很牛逸 而且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好像是从清朝的御厨那边传下来的手艺 据说这家店也是属于那种排老长队的店 来看看去,看看到底什么样 哇,已经看见前面有很多人排队了 应该就是那儿了 三河顺熏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块就是,够了 然后猪蹄来两个 一百三十三 好嘞 一百三十三点 买了一份排骨 然后两个猪蹄 还有一份饼 一共是一百三十三 就让这些排队的人给我弄的 我都觉得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 去找个地儿尝尝 兄弟们,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个咱们在家吃吧 实在是没找着地儿 买了一份大饼 然后他们推荐的 还有买了两个猪蹄 人家这包装 小油脂包 三河顺蒸 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就想说 我当时在这儿排队买的时候 那香味 可能排队的人多 跟那香味都有关系 因为你从这儿一路过 就那熏肉的香味特别香 这是那个熏排骨 熏排骨是他们这个三河顺熏肉最最 这条字幕 看着五个熏排骨 ASYC C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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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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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